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邊的環境還蠻舒適的 兩棟會在這關 那我們就進去看吧 可以看到這台車庫還算蠻大的 就像停一台車 右偏但前機車會不會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這是我們的客廳的部分 它這個客廳基本上 開得蠻寬廣舒適的 而且你要放沙發或是客餐桌 基本上都綽綽油 稍微拉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展觀 這邊有一個小的儲藏室 在梯間的下方 如果有一些雜物要堆 什麼都可以放在這邊 那我們繼續往裡走 這邊有一間廁所 可以看到它 整個都有重新整理過 整體非常的明亮乾淨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地板 全用微地專是非常好的 整個燈光打在地上 整個想進去一下 可以像個明亮 那我們外走 這邊是它的防火箱 可以看到非常的大條 那我們 往上吧 那我稍微再介紹一下廚房 它的廚房我覺得它的設計很不錯 有做這種可以防油污的 那你在清理上會比較好清理 稍微再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空間 那麼我上走囉 這個是主臥 可以看到這個主臥看過去的view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一下主臥的衛浴 基本上我覺得就小小一點還蠻夠用 那之後你也可以裝乾絲分離 那我們往前走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間的 兩台的view非常好 可以看到這邊的view 整體的很明亮舒適 那陽台的空間也相當大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那我們接下來看二樓的另外一個房間 也是做套房的設計 基本上它這個房間 你要放一張雙人床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是它的衛浴 那一樣有一個後陽台的部分 基本上還是可以放一台洗衣機 基本上還是可以放一台洗衣機 所以使用上很安全 因為 比如說 你這邊也可以放自己一個人 的一切衣物啊什麼的 放在自己的陽台 那家人的使用上就會更方便 那我們往上走 那樓上依然和兩個房間 也都是做套房 基本上我還蠻喜歡這個面向的房間 看過去就是一片樹木啊什麼的 整個非常舒適 那它的浴室也都做得很漂亮 它磁磚地中我覺得有特別的調裹 所以是另外一個房間 那一樣也是套房 這邊等於有四間套房 我覺得使用上都非常的方便 那一樣這邊也是有陽台 可以放置洗衣機的位置 非常的方便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下訂閱加分享 那也順便 可以跟我留言一下 你們喜歡什麼樣的物件 或是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 不喜歡這個影片 也可以按Delete 就是那個不喜歡的也沒關係 那我才可以更了解 你們大概喜歡什麼樣的房屋內容 以及影片 那今天的房屋介紹就到這邊喔 芸妮 恩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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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